画面中的人名叫龚雷锋,今年27岁,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同时也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 今日,2020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武汉赛区决赛落幕,龚雷锋和他的团队凭借多功能水下机器人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武汉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7月22日,记者来到龚雷锋的公司看到,该款多功能水下机器人仅有电脑机箱般大小,成年人能够轻松搬起,造型如同一架无人飞机。 它就可以全姿态地进行控制,它可以在水下的1080度,也就是任意角度,都可以进行一个运动的一个控制。 然后另外呢,我们在下面可以挂载一些这个专用的传感器,来满足不同的一个实际的使用的一个需求。 龚雷锋的创业团队由30多名在校博士、硕士和本科大学生组成。 龚雷锋介绍,该款多功能水下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在于能做到水下影像成像清晰度更高, 定位器能快速传送位置等,它的最大下潜深度可达500米。 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水深是500米的一个水深,300米的水深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概念, 就相当于你的每一寸皮肤上都有一个500多斤的一个胖子,在踮着脚跳芭蕾,大概也是这样一种概念。 龚雷锋称,它在水下能精细化作业,在渔业养殖、水下考古、航道整治、船舶检测、安全搜救等领域都有应用。 我们目前的话是希望我们水下机器人能解决更多的工程问题, 能解决更多的就是场景下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探测, 及工程的实际的一个需求。 就是我的一直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我们水下机器人将来能应用于更多的场景, 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具有更多的功能。 据了解,2019年全球水下机器人市场总值达到了31亿美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